你还做什么他嫌弃你啊 就是他有一个快手号码 上面就有他自己朗诵的那个诗词什么的 里边还可以配那个背景 他配的那个背景都是那些个小姐姐的照片 挺漂亮那种 那我就是心里就特别不舒服 那他为什么不能配我的照片呢 为什么配那些女生的照片呢 我跟你说主持人 我拍这个照片我只不过是吸引一点流量 你的照片你说我放在网上有人看吗 有有有 怎么没人看啊 我去看看你那个什么审美发的什么东西 我们看看 这有啥吗 不就是他做了个作品吗 用了点其他人的图吗 但是他那个作品就是都是别的女生的照片 他为什么不能配我的照片呢 而且他发表的那些个图片都是 就跟我就是体型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哎呀有啥呀 我明白你的意思说他嫌弃你胖呗 他竟然就是嫌弃我了 然后他喜欢的是瘦的呗 对 除了这个照片之外他还嫌弃你什么 他就是不跟我拍照片 他那个钱包里还有他跟他前女友的照片呢 我平时我跟你说主持人 我平时我都不太喜欢拍照 家里我都一般都不摆不摆镜子 咱们唯一的一摆镜子都是我们相处之后 你买的 这一点你还质疑我 不是你为啥不照镜子啊 我不那么刻意在乎 他就是小心眼儿老是感觉不放心什么的 我打扮好出门你又感觉不放心 他是经常打扮着出门吗 对 就是他把一个月剪两次头发 不是他那头一个月剪两次 你说他头底上都没有头发 我还说一看你吃的都 这圆溜溜的 你看出去 你现在确实一个月来剪两回头啊 剪头我只不过就是说 让自己看起来自然一点 精神一点 干活有动力一点 我自从头发少了以后 我一个月也剪那么两三回呢 你为了演示头发的少你知道吧 真的 我都想把两边就是说气息的 然后显得头发多一点 显得多一点 对对对 我也是不心态 我本次 像余老师头发那么多 他当然不用剪了 像我们说法量少的人 他们不理解对吧 对对对 他是做麻辣烫的时候直播 他直播的时候 就还有一个那个女网友 给他刷礼物什么的 那次给他刷了一个穿运件 你说那一个穿运件 就两百多块钱 什么关系给你刷两百多块钱的礼物呀 那只是一个简单的网友而已 他就是给我 这个快手创作一个支持者而已 那女的是干嘛的呀 就是 就是 也想学习这个说 如何去直播嘛 给我一些意见什么的 他都要学习如何直播 他给你意见 他给你什么意见呀 我 你不能说咱头发都这么少 然后我就护着你对吧 该怎么说 你还得 你跟你女到底什么关系 简单的 支持者 就是说 知名朋友而已 人是哪个地方的呀 北京那边的 哦 结婚没结婚啊 我没具体问的东西 多大岁数了呀 你在我也没具体问 他有作品吗 他也 也有 作品上反映出来的生活是什么状态的呢 他比较喜欢旅游什么的 然后就是 他都跟谁旅游啊 他就是 发那些 就经常 一个人就去旅游什么的 我感觉 那就是单身咯 经常一个人去旅行对吧 关键是我 我看我也不好意思 关键 关键你没有时间陪他去是吧 他都是 老师说这个是吗 你看 可有意思 你发现吧 我跟你聊这个知音的时候 你聊的特别嗨 他聊到女朋友的时候 他反而没有那么嗨 你知道吗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小百质